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拜佛念佛 要想做到群心专注 是不是与平时多听经明理有关系 换句话说 道理明个自然可以一心 强求一心也是妄想什么 对的 一心不能强求 强求就是妄念 妄念怎么会到一心 一心怎样才能得到一心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好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是真正的一心 理一心 那么如果只是放下执着 不执着了 还有妄想分别 叫四一心 那个不是理一心 那么在华严经上 我们知道这个标准 理一心是破一篇无名 正一分发身 那是理一心 无名没有破的时候都是四一心 那由此可知 是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是四一心 声闻 原觉 和菩萨 和菩萨 佛 那么这四个等级呢 就是四一心里头 有分四等 不一样 超越舍法界 那才叫理一心 理一心里面有没有等级呢 也有 怎么知道有呢 华严经说 法身菩萨有四十亿个阶级 那就是理一心的 等级不一样 但是理一心里面 说实在话 这个界限 是很不容易观察到的 因为他都是不起心不动力 那等级差别呢 那就是无时无名习气 也没断 差别在这个地方 对于 法身菩萨来说 他跟四法界众生 感应到脚 硬化在四法界 那个智慧 各能 完全没差别 差别 直视无名习气 后博不一样 不像呢 这个社法界里面 社法界里面 这个差别现象很显著 我们很容易啊 就查出来 所以 对于 这个 听经 研教啊 确实是有 很大的 关系 那么多听经 多学 经教 你知名的 那么下手之初 我常常讲啊 我们是凡夫啊 凡夫要想 做到一心不乱 说老实话 李一心 这三没分 四一心 恐怕 也达不到 那怎样呢 功夫成片 深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居图 古来祖师大德讲的 万修万人去 就是这个地方 不是说社报图 也不是说方便图 同居图 真的是万修万人去 这个是西方净土 无比殊胜的 这个教义 我们要明了 那么功夫成片 等级也不一样 最低的等级 就是你心里 真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啊 这个心里 什么都没有 这就成片了 那么对于你 这个工作防不防爱呢 一点防爱都没有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谭虚老法斯 在香港讲的 别的地方 我相信他也讲 我们是在香港听到的 听他老人家说的 他在东北 他是东北人 哈尔滨 吉洛斯 是他老人家建的 吉洛斯建成之后 他是方丈和尚嘛 他就开界 请他的老师 地贤老和尚 当戒和尚 做这么一个大的法会 庆祝道场 落成 当时 有一个出家人 叫 修吾斯 那么在这个 传戒当中 讨一份工作 就是照顾 在戒期当中 生病的这些戒指 他发现照顾 修吾斯 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没有出家之前 他做泥水匠 生活也非常辛苦 出家之后 在寺院里面 都是做苦工 粗重的 这个和他来看 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种菜啊 这个 寺院里面呢 这个搞卫生呢 他他他搞这些东西 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 他什么都不会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居然在戒期当中 欲知实质 往生 他在戒期 还还没有多久啊 就向老后上告假 他老很有修养 无所谓 来这部剧 取得不留啊 当家是定袭老法师 晚年都在 都住在香港 定袭老法师 就没有 贪劳 那么样的慈悲 就责备他 你来了才几天 开戒嘛 两个月嘛 你能戒期完了 你再走 怎么搞现在 你就走了 他告诉两位和尚 他说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这两个人带着了 到极乐世界 你真的有把握吗 有把握 什么时候 不出十天 那这个老后上就很惊讶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段事情 我就答应他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 这老后上我明天就走了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 他到底真走了 你看没有生病 那么清楚啊 这是功夫成平 没有别人 他心里头 那么多年来 这个出家修行 就是一句佛号 他什么都不懂 寺庙里面的工作 做得比别人认真 为什么 修福啊 佛会双修啊 念佛是修会啊 工作是修福啊 佛会双修啊 他成就了 第一天老后上 看到这个事情 在传接的时候 跟大家讲 这是最好的榜样啊 所以为大众服务 大众对他并不感激 他也没有什么地位 也没有什么声望 在寺院里面 做苦工的 谁也瞧不起 谁也瞧不起 他圆满功德 而人家赞叹一分呢 他功德就减少一分了 没人赞叹他 一般人看到嫌弃他了 你这个做得还不够好啊 所以他修的是圆满功德 真值得厚人效法 随心里面 什么样工作找干 无所谓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多清净啊 那这就成就了 如果心里面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是非人物 那就完了 那就是 轮回心 在道场是造轮回业 这个就很可怕了 这个就很可怕了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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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可怕了 我会想起来